随同文成公主西行的既有侍女、工匠、乐队 还有佛像、经卷、药方、种子、补士经典、医疗器械作为嫁妆 其中不乏唐朝的禁运物资和技术专利 是一次充分体现唐朝诚意 并令吐蕃洗出望外的规模宏大的文化传输 文成公主抵达罗歇时 人们在歌在舞欢呼雀跃 以吐蕃人最隆重的方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大唐公主 如果说漂亮的脸蛋是一份推荐书的话 那么圣洁的心灵就是一张信用卡 文成公主尽管十分思念故乡的亲人 和长安的繁华 但他从未对吐蕃表现出丝毫的嫌弃和怨恨 他为了吐蕃的安宁 与先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部的 尼婆罗的尺孙公主一起 劝说丈夫信仰和推广佛教 他带去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溜金铜像 供奉在松赞干部特意为他修建的小招寺 他还改进了耕作技术 教会了吐蕃人养蚕织布和种植蔬菜 被藏民亲切地称为阿杰贾萨 意思是汉族阿杰 他的笑颜如花 如火如荼地映红了那片格桑花 同人流转 他如珠如柳地装点了那条拉萨河 长发飞泻 他如红如月地点亮了那盏苏油灯 这段美丽的爱情 也使唐波边界人民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 美中不足的是 文臣公主和尺尊公主都未能生育 更为遗憾的是 与文臣公主相守仅仅八年的松赞干部 与唐高松永辉元年 公元六百五十年突然病逝 年仅三十四岁 此后 这位吃苦耐劳的山东女子 承受着远离亲人的苦楚 跨过了失去丈夫的深渊 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三十年 直到唐高宗永隆元年 公元六百八十年 黄叶纷飞的秋天 如今他从大唐带去的经卷 仍收藏在布达拉宫中 他从大唐带去的佛像 仍供奉在大昭寺里 他从大唐带去的种子 仍一记一记地播种收获 他的方容与精神 已经像圣山圣湖一样 镶嵌在青藏高原上 从此 一个固定的爱情慈祖 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 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牛郎之女一样 在中国漫长而纷繁的历史银河中 永恒地闪烁 公元八世纪下半夜 控制了中亚的阿拉伯 哈利法王朝与吐蕃 在西域发生冲突 唐喜宗又暗中与回合 南朝结成了统一战线 立刻吐蕃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 无奈之下 吐蕃与唐木宗长庆元年 公元八百二十一年 前使向唐朝求和 双方在拉洒大招四前 立下了会蒙碑 碑上刻着彼此和好 互不侵犯的字样 和平并未能挽救吐蕃 原因在于持续的内乱 可离可足赞谱长期患病 朝政由僧侣派代表人物 波产部指挡 世事的灭佛派与波产部 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掌握了朝政的波产部 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根本不懂得身处高位 更应该夹起尾巴做人 最后竟发展到和寂寞的王后 通奸的地步 正愁找不到借口的灭佛派 大喜过望 在四处煽风点火 制造舆论的同时 开始暗中策划实质性的行动 一天夜里 波产部赵丽 溜进皇宫与王后约会 就在他们赤身裸体 颠乱捣缝的时候 一伙灭佛大臣持刀来到床前 将他们送进了更为逍遥的天国 重病在身 戴了绿帽子的可离可足赞普 也被灭佛大臣一杀 第二天清晨 可离可足之地达摩被立为赞普 意外上台的达摩赞普 对灭佛大臣们充满了感激之气 因此一味重信本教 打压佛教 把信佛的大臣们 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于是信佛派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于唐武松李延 慧昌六年 公元八百四十六年 暗杀了达摩 达摩遇刺后 王后称逝开始当权 不久 怀上了达摩一父子的次妃 顺利地生下了一名男婴 起名维松 王后不敢王位旁落 谎称内侄启离湖 为自己的儿子 为他取名永丹 从此两妃各携其子 王族和焕族之间 爆发了尼斯沃河的战争 具有两百年统一历史的吐蕃 走向了分裂 写到这儿 我仿佛听到火队兵说 我可以融化你 冰对火说 我可以熄灭你 两者都达到了目的 结果是同归于尽 被融化的水中 分明带着火的体温 分裂后的吐蕃 像凋零的花瓣一样 先是一分为四 一个是阿里王系 一个在后葬 即亚泽王系 一个在前葬 即拉萨王系 一个在山南 即亚龙爵阿王系 后来分裂以几何状态展开 拉萨王系分出 冲波巴 江交瓦 拉波浪巴 智巴 叶唐巴 卢巴藏巴等 阿里王系建立的骨骼王朝 也一分为三 亚龙爵阿王系 后来进入青海一带 角丝罗 就是他们的后代 一朵瑰丽的高原奇葩 就这样 凌落满地 骨骼 一个满含着历史沧桑的名字 一个充益着传奇色彩的国度 如今西藏阿里高原上的那片废墟 泛着清冷的光 时间将骨骼王朝曾经拥有的辉煌和繁华 隐藏起来 只有一段关于兴衰的记忆流传至今 达摩被杀后 两大集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斗 最后以维松的儿子贝考赞失败 而告一段落 唐昭宗前宁二年 公元八百九十五年 被考赞之子吉德尼玛衍 带着上百名亲信 向西部荒原的象雄逃命 就这样 骨骼王朝悲壮的历史帷幕 徐徐拉开 落难王子逃到阿里后 被安居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象雄土王 扎西赞接纳了 这位象雄移民的首领 对王子所具有的吐蕃王族血统 以及他所代表的西藏腹地文明 满怀仰慕 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卓萨阔穷 嫁给了他 并让女婿继承了自己的领地 象雄被王子改名为阿里 经过几十年的历经图治 他们兼并了周围的部落 在这块空气稀薄的高原上 建立了割据一方的王朝 吉德尼玛衍去世后 三个儿子依照他的遗嘱 瓜分了这个国家 长子贝吉衍 占据盲域 经科什米尔南部 建立了后来的拉达克王国 次子扎西眼在布让 今西藏普兰县和尼泊尔西北部 建立了布让国 后来被骨骼王国兼并 幼子德祖眼封于象雄 他就是骨骼王国的开国赞谱 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 三眼占三眉的故事 德祖眼在世时就开始附红佛法 他的两个儿子柯日和松埃 对佛教倾出了更大的热情 松埃竟然出家修行 专心试佛 取名拉喇嘛伊西沃 伊西沃的故事至今让藏族百姓口瞻能详 为实现以佛教拯救众生的理想 在小孙子沃德担任国王的年代 年迈的伊西沃像十字军一样 带兵远征王国西北的伊斯兰国家葛罗路 但在战争中不幸被俘 异教徒让他选择 一是投降异教 可以放他回骨骼 二是用与他身体等重的黄金赎毁 否则将他处死 伊西沃宁死不屈 敌人用火灼烤他的脑门 使他的意志受到严重摧残 古阁国王闻讯后四处搜集黄金 待黄金搜集到还差一个头重时 古阁国王派人探监 伊西沃对来人说 不必用黄金赎我了 因为我已经残废 你们可以用黄金到印度 迎请高僧阿底下到西藏洪法 伊西沃自愿死在异教徒手中 按照书祖的遗愿 古阁国王派人到印度迎请阿底下 曾担任印度十八所寺寺 年近六十岁的阿底下 被古阁人的宗教热情所感动 历经十年颠簸来到古阁 在藏地传教九年直到去世 古阁王朝在西藏后红期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 因此确立 道路往往在最直的地方拐弯 赤扎西查巴德担任国王时 期望正教合一的上层喇嘛们 开始威胁到他的权力 于是他利用天主教打压喇嘛教 并一意孤行地修建了西藏有史以来的 第一座天主教堂 矛盾被激化起来 古阁僧人情绪激昂 兄弟们也向他发出了警告 但这些警告不仅未能使他回心转意 他甚至拿出了令全部喇嘛还俗的强硬计划 明崇祯三年 公元1630年 风云突变 激浪拍天 在他身患重病的时候 喇嘛集团和地方贵族发起了暴动 而且暴动策划者 向远方的拉达克国王 发出了求援信号 尽管位于经科什米尔列城附近的 拉达克王国 距离骨骼有500公里 但因为拉达克国王 森格朗杰 有过妹妹被骨骼王无辜退婚的耻辱 再加上两国领土纠纷不断 于是派军直指骨骼 骨骼顿时狼烟四起 见识如簧 骨骼城堡的攻防战相当惨烈 从骨骼避址发掘出的漫山遍布的武器 就可以射向当时的情景 据说拉达克国王在损失了一批批的生力军后 本来已经准备撤军 是叛乱集团的一条毒计 最终葬送了骨骼 骨骼国王的弟弟 也就是叛乱集团的领袖 按照密谋的计划来到贝维的王宫 先是假惺惺的哭诉了一番兄弟之情 接着向哥哥承诺 只要向拉达克人投降 保证每年向拉达克进贡 那么他将出面说服拉达克人撤军 并且保证国王继续执政 而且他们兄弟的一切不愉快 也一笔勾销 这明明是一个骗局 可是重病在身的国王已经无心恋战 于是他在稍加思索后 答应了弟弟的条件 还有一种说法是 建在山顶的骨骼王宫 是西藏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 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顶的王宫 而周围全是悬崖峭壁 无奈之下 拉达克人驱赶骨骼百姓 在半山腰修建石楼 以便能在石楼和山顶一样高时 最终拿下骨骼 如今石楼的遗址尚在 据说被迫夜以继日的修筑石楼的骨骼百姓 发出的击苦歌声被爱民如子的骨骼国王听到了 于是他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不论过程如何 结果都是一样 当骨骼国王率领卫队从土山顶部的王宫走下来投降时 拉达克国王一声令下 扶兵挥舞着刀枪冲了出来 骨骼卫兵们悉数倒在了血泊中 被扶的国王和王室成员被押送到猎城囚禁 王宫里的珍宝被洗劫一空 无数的骨骼百姓被驱赶到拉达克做了奴隶 引狼入室的叛乱者们也在拉达克度过了凄惨的晚年 至此 传二十六代立国七百年的骨骼王朝成为苍烟落照 拉达克国王灭掉骨骼后 任命他的儿子为骨骼新国王 但这个国王多数是名义上的 他并没有专心经营这块荒凉偏僻的高原 只是偶尔派出军队到此巡逻 为了防备骨骼人东山再起 他们纵火毁坏了这座城堡 直到清康熙十九年 公元1680年 拉达克巡逻兵被武士达赖的军队赶走 如今归属印度的拉达克人一世而独立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 拥有人口近三十万 是印度唯一信仰喇嘛教的民族 有小西藏之称 拉达克首府列城曾经是古老斯路的一站 海拔高达三千五百米 位于印度古北面的一座开阔山谷中 抬头望去四面皆是连绵雄伟的群山 这里的人们过着不被人打扰的生活 仿佛完全没有紧张和烦恼 即便一点点的不愉快 也如同同化世界里情节所必须的小小波折 从此 古格人在阿里失去了踪迹 他们去向何方 至今无人知晓 直到今天 阿里的人口也没有超过古格王朝时期 有幸来到阿里的人们 无不对此伤感不已 无风的世界 也料无声息 只有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古格遗迹上那些苍老而散落的石头 天地前也只有这些石头能够解释此地非凡的过去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 会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出和汇入 我们没有理由断定任何文化 甚至是灿烂的文化将万事长存 南威迪玛拉的丛林中 玛雅文化不是只剩下了一堆废墟吗 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 不也倒在历史的激流中了吗